塞里安定高少来有一座古代的大群 六花梯是这样的好友适合时尊的会议 但因为没符合现代的安全规定 没法到古代的修用 好好享受七十五周年好康 将于改进一个小回忆 对了保存这顶尾的航空会议 也用另外一种方式 让六花梯继续为小孩还是心中 小孩好听的歌声是团队出他们对大唱六花梯的感谢 日后这个游乐设施将会退休变成一个小回忆 没法到够让他们来玩 大家心中都是很不甘的 觉得很好玩啊 然后他变得欢迎我觉得蛮伤心的 因为还没办法继续玩 之前超常这里就没有做很多话 就直接就有一些草语 然后现在变得多了 可以来欣赏他 然后可以认识他这种类的 然后很开心 虽然没办法玩 可是他变得另外一个新风暴 我觉得也不是不错的 怎么说 就因为他变得漂亮了 塞雷安定高充的这支大唱六花梯 是大家都很感到他的设施 但是因为没符合现代的安全规定 所以好好将于整个新的一个小回忆 希望用另外一种方式 将于保存下来 变作核心可以在这里休息 看出的一个好地方 受到这个现行法规的限制嘛 所以这个大象溜滑梯是势必要退伍的 但是他除了成为一个历史间 我相信他应该有更好的功能 所以我们把它整建成一个花园 配上我们旁边的一个汇本的区块 让孩子在休闲的时候 在放学以后都可以来这边 跟着家人一起来这边 还有我们未来会整间的一个户外的健身器材 变成一个校园一个更棒的一个角落 对很多大人的好友来说 大像溜滑梯是他们小时的共同会议 现在专行做学校的文物 让学生来了解学校的理事 并美化学校 也是非常有够有意义和隔壁 相信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透过这个改造 让我们收到这个安心国家 75周年了嘛 在这里有座的冬季寺大 的天壤地下 还会我们大象有一个会议 让大家在这里 跟这个校园有一个很美丽 很好的地方 感谢大家 谢谢 这个大象从我们在就学的时候 就已经存在了 那我也是校友 那大家在对这个大象 都有非常特殊的感情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校长 安排了这么温馨的退休仪式 这个我们大象的这个退休仪式 那让他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陪伴我们小朋友继续成长 期待未来的大像溜滑梯回馆 可以让各位学生 創造很多快乐的会议 继续背叛孩子 学习心中 地价苦恨行 彩虹不懂